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多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療法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好,袁醫生你好 是Diana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上集袁醫生和我們介紹了什麼是癌症 西醫怎樣醫療症的三部曲 以及提到自然療法工具 其實是很有效的 今集麻煩醫生繼續和我們分享 我們上次介紹了第一種 那種就是茄子 一般人都想不到 原來茄子可能都會吃 在澳洲發現 用茄子製造出來的一種皮膚藥膏 曾經在澳洲有7萬的澳洲人 嘗試過治療自己的皮膚癌 一種叫做Basal Cell Carcinoma 以及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即是基層的癌細胞 以及一種鱗臟的細胞癌 這兩類的 這兩類差不多是最常見的 結果我們都跟他說 結果因為他太過有效 很簡單 很多人可以去健康店買到 結果政府就被皮膚科醫生 就是Lobby 將他禁止了 不是說買不到 只不過要皮膚科醫生寫紙 他肯不肯用呢 這個就不知道了 但幸好 這個地球上 始終你都禁止了所有國家 在南太平洋 有一個地方叫Venuto 這個地方其實都可以在 一般我叫Over the Counter 就是OTC 可以買得到的 這是一種很簡單的 皮膚癌工具 是一種茄子 一種食物 一種水果 這個水果 是在南美洲 是比較暖的地帶 譬如是越帶越林的地方 是找到的 這是一種什麼水果呢 這個水果 不是常見到的 但我也知道 曾經有個病人 買過來給我吃 讓我試一下 好像挺大的 好像一個很巨型的芒果 不過就綠綠的 表面的皮有種刺形狀 但不是硬的 不是刺手的刺 吃起來口感軟軟的 好像有枝番石榴 但甜點 香點 有種乳香 creamy的口感 在香港其實有時候都買得到 我在家裡 我家裡的菲蓉 他也說了 原來菲律賓也是很普遍的食物 好了 在中美洲 南美洲 有很多這類的食物 可以說在當地的水果店 都經常都看得到 在作為醫療用途的國家 包括巴西 海地 牙米加 墨西哥 以及巴拿馬 在這些地方的人 用這種的水果 是多方面的問題 包括土舌 或者因為酵喘引起的荔疾 或者是幫助暴雨的媽媽 增加奶量 好了 在營養方面 我們看到 這種水果有很多果糖 也有相當豐富的維他命C 維他命B1 以及維他命B2 這些維他命 都是我們一般人 可以多些用到的 因為始終 今時今日的人 在我們的食物裡 能夠得到的營養 維他命 其實可以大部分 都不足夠的 我和大家都分享過 在美國曾經有些研究 在一般的人群裡 抽養 抽養 來炎血 發現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 其實他裡面的身體裡 都缺乏這些很基本的維他命 所以 雖然你們經常都聽到 有些人說 維他命丸是浪費錢的 吃了就拔出去的 吸收不到的 在某個程度上 有些人 我們現在的文明人 那個消化能力 是真的很弱 很多維他命丸 吞了下去之後 可能都是排出來的 都要看乎 那個維他命丸 是怎樣做 但是當然 我們通常建議 如果需要吃到 這類治療的維他命丸 我們可以先咬碎 和食物咬碎 這樣便會幫助得到 好了 這個 這個次果荔枝 Graviolla 英文寸法 是G-R-A-V-I-O-L-A Graviolla G-R-A-V-I-O-L-A 這個就是 傳統在這個國家 是用在這方面 但是最近來 有些西方的科學家 你都知道 其實很多藥廠 是不斷派那些 那些科學家 去那些熱帶雨林 向那些無醫學習的 其實很多藥 都是由那些科學家 去那些無醫 看看他們有什麼秘方 有什麼土方 然後拿回去西方的國家 實驗室裡面 企圖爭取分析 看看有什麼主要的有效成分 那麼近年來 很多西方科學家 就開始發現到 原來這隻Graviolla 這個樹 這個樹 是隱藏了 另一種功能 就是能夠殺死癌細胞 以及減低流種成長 好 那 你怎麼看 在他們過去分析裡 其實是很早的 1940年度 他們已經開始著手 這方面的研究 這方面的水果樹 可以這樣說 已經進行了差不多二十多年的 起碼我們叫做實驗室的 試管裡面的測試 起碼在試管那裡 不是拿真的人或者動物 在試管裡面的測試 已經研究了二十幾年了 甚至乎在美國 美國有一個叫做國立癌症的中心 或者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 其實都有提及的 就是它那些文獻裡面 也都有提及的 那麼他們通常是集中什麼呢 集中裡面一套的化學成分 我們叫做 它叫做荔枝內子 叫Acetogenin 叫Anonaceous Acetogenin 那這種呢 即是這一種的Graviolla裡面 這種荔枝裡面 一種的主要的化學物質 那種叫做Acetogenin 一種內子 好了 那麼他們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就已經是 檢查到有成四十幾種 這一類的荔枝內子 四十幾種在這個荔枝內 他們呢 就在1976年 美國癌症那個中心 曾經就是 就是來到 試檢來到檢查 很多些植物 那發現呢 這個荔枝的樹葉 和那個徑 都是有很多的 是可以呢 是可以攻擊 和是消滅很多惡性的細胞的 那也都可以呢 是減少這些 不沉常不正常細胞的分裂 那就是癌症的意思 那這些細胞的 不沉常細胞的分裂呢 那就是所謂導致癌的了 好了 那再近一點的研究呢 就在南韓的一間大學 一個天主教大學 Catholic University 那他們就發現了兩種的化學物質 是由這個的荔枝裡面的種子 今次說種子 那發現這種物質呢 是可以呢 是選擇性呢 是可以毒殺一些細胞的 那它就比較一種 一種叫做adriomycin adriomycin adriomycin 是一種常用的化療藥來的 這種是經常 那它就比較這方面了 那發現呢 它對付那個乳癌細胞 和大腸癌的細胞呢 就效果呢 是可以比得上 adriomycin 這種化療藥的 那你知道了 化療藥呢 化療藥就不分青紅造白 好細胞、壞細胞 都殺光 全部都殺光 那所以呢 包括一些 就是成長得快的細胞 例如頭髮 頭髮 起碼一個月裡面 起碼有一吋 我們腸裡面的細胞 那這些細胞 是不斷地剝落的 那這些是一種 就是所謂的 生長得快的細胞 那往往呢 也都很容易呢 是受這些這樣的 化療藥的影響的 那導致呢 就通常化療之後的人 就會脫髮了 還有呢 那個那個胃口 腸胃啊 是很不適的 是很嚴重的 嘔啊 那樣的 那但是呢 發現呢 用這個的 翻石楼 種子裡面 提供出來的 工具 它就不會影響一些健康 和正常的細胞 那就是說呢 它是可以選擇性呢 是專門對付這些 癌症的細胞 那它這個實驗呢 就是南韓裡面的 做的實驗呢 是對付那個乳癌呢 是不是和大腸癌的 那另外呢 就在另外一個研究呢 這個研究在哪裡登呢 在一個叫做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就是自然工具的 產品的雜誌裡面 那它說呢 它說呢 它說呢 就這個翻石楼呢 它那個 比較這個化療藥 Adriamycin 它說不單止可以 可以說 給得上它 可以甚至乎呢 在實驗室裡面 所看到的呢 可以說呢 是比那個 Adriamycin 這個化療藥呢 是好很多的 嗯 即不是說 直接可以有得給 它直接好很多很多的 那麼 那他們呢 就發現呢 其中一個化學物質 在這個 就是蕃茲 那個化學物質裡面呢 它對 它是說 對付殺那個大腸癌的細胞呢 它那個 它那個 那個 力度呢 是差不多 那個化療藥 Adriamycin 的一萬倍 哇 這麼厲害 那麼你看到呢 這個是很值得 鼓舞的 成就來的 那另外呢 在Purdul University Purdul University 在Indiana 那我也曾經 都去過 探過 探過這間學校的 那麼這個在印第安拿州 美國在中部的 一間都出名的大學 那麼 他們就出名在農業那方面 你知道 美國的中 中 西部 Midwest 那麼是很多 一些農產的 豐富的 的州的 那麼在這裡呢 他們呢 也都很多這方面的植物 的農作物的研究 那麼在Purdul University 那麼其中呢 就是那個 葛蘭癌症機構呢 就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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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呢 就給他去研究的 那麼他呢 就是用在那個 番荔枝的葉 這次拿葉了 你看 他很多方面的 那麼他說呢 這種番荔枝葉 提煉出來的 這個 的物質呢 是可以對付 我們所謂 四線的 四類型的人的 細胞的 那麼 譬如呢 是癌 那個荷尼斯癌 還有 胰臓癌細胞 大家知道 我跟大家 很多次都說過的 就是 荷尼斯癌呢 就 百分之九十 其實都不會影響 你的性命的 就是不會 但是 胰臓癌呢 在現時的細胞 的經驗之下呢 是差不多百分之一百 的 那麼他發現呢 竟然呢 在 一個的 那個 Graviollin 這個水果裡面呢 他們的 對付那個 就是那個 人體的細胞 那個 幾類裡面呢 也都包括前列腺 和那個 胰臓癌 那方面的 那麼 也都發現呢 那 那 這種的 葉呢 那個 荔枝樹的葉裡面呢 是對付另外一種的癌呢 就是什麼 是肺癌 肺癌呢 也是屬於一種呢 是在現時的 醫療的 所謂 流行醫療裡面呢 其實都是 效果很差的 那麼你可以看到呢 是非常之 值得鼓舞一下 這些是比較上 難醫的癌 疑狀癌呢 疑狀癌呢 還有那個肺癌呢 竟然呢 這個的 有這個 那個 那個 荔枝葉提現出來的東西呢 都都非常之 好的 那麼好了 除了那個NCI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那個 國南癌症機構裡面呢 那麼其實有很多 一些其他都 都有 出名的那些大學呢 都是對這個的 所謂神奇的 的殺癌細胞的植物呢 很有興趣的 那麼其中呢 在美國呢 有一間 有一間 藥廠呢 就差不多用了 成十億元 one billion dollar 十億元呢 過去呢 是差不多 七年裡面呢 是不斷呢 是企圖呢 在實驗室裡面呢 是組合這兩個 樹裡面的 就是對癌有效的 兩種的化學物質 那麼呢 就扔了很多很多錢 去測試啦 那但是結果呢 他們很驚訝地發現呢 其實呢 這個蕃荔枝呢 是厲害到無窮的 對付那個殺癌的能力 是非常之厲害的 但是呢 他們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雖然那麼多年來呢 不斷去企圖 去提煉啦 是製造一些 即是人可以製造模仿的 這種化學物質呢 但是他們每次呢 是碰壁的 做來做去呢 都做不到的 那麼他們最後呢 就算數啦 是不是 就將他們所有過去的研究呢 就扔在一邊算了 那麼可惜 他不會說公諸於世啦 是不是 我就做不到啦 那就不如將我所做的成就啦 那不如在醫學雜誌裡多些公佈啦 是否給多些人知道呢 但是你知道啦 整個人類的很多行為呢 都是向錢看的 是 就是很多時候呢 你發現呢 為什麼很多事情發生呢 你不明白呢 其實你去錢那方面一想呢 那你就很多事情都很清楚 就明白了 就明白了 為什麼有這麼好的東西 原來不去用呢 那就是說呢 這麼好的東西呢 是非常之好 但是賺不到錢的 所以他就不會讓你知道 也都不會讓你用 甚至乎呢 是千方百計呢 是打壓你們的 好了 那很好才啦 那在這間藥廠裡邊呢 有一位員工呢 就知道這個秘密呢 那跟著呢 就自己呢 就找到另外一些公司呢 就專門呢 就 就是 當然做自然產品的公司呢 就專門呢 就去 去亞馬遜河呢 就去找這些這樣的植物 那也都將這方面的資料呢 是公佈於世 那幸好呢 我有個互聯網啦 那樣 那所以呢 就很多這些的資料呢 就是 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打壓得了 那所以呢 不斷呢 你都聽到 這方面的資料出現的 那 好了 那他們的最近發現呢 就另外一個品種的那個 那個那個荔枝 我叫做Mountain Graviola 那這種的荔枝 那個荔枝呢 跟本來那個荔枝的樣子 其實很相似的 但是呢 就是很酸的 那所以就不是常用的水果來的 我們一般以前說的那個呢 包括我 我有個病人給我 送了一塊給我 給我那個呢 其實呢 就是比較甜一點的 那但是呢 現在另外一種呢 就治療效果非常之高 但是比較酸的 那麼我們發現呢 其實呢 他們最近呢 研究發現 有成25種新的內枝 叫做Acetogenin 那這種這樣的化學物質呢 有成新的發現多25種的 那其實呢 可能呢 這方面的是更多更多 那但是呢 在那個發表方面呢 始終呢 都是比較落後的 那這方面的 這個新的品種 我叫做Mountain Graviola 那就是那個 那就是那個 在山上種植出來的 那個蕃荔 那這樣 那最近呢 近年來呢 就開始呢 就比較多一些的研究了 那在2001年 和2002年間呢 那有些日本的科學家呢 就在這個的那個 新品種的那個 那個蕃荔裡面呢 提煉了一些新的內枝 那個含有的內枝成分呢 那發現呢 起碼在試管方面的實現呢 是對付癌的細胞呢 就是肺癌是非常之好的 那通常呢 在這種的情況呢 他們通常呢 有一個對照組的 另外一種物質 那它對照組呢 就用什麼呢 就用那些常用的化療藥 A-GMI成呢 做一做Control的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發現呢 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成效呢 是可以這樣說呢 給得上這些這樣的化療藥呢 但是呢 就是呢 是沒有 就是起碼呢 就是不會有這些這樣的 那些毒藥的副作用 那樣的 那最近呢 這個對付這個 新的品種的蕃荔枝呢 他發現呢 是對那個肝 和那個那個 那個卵巢癌呢 都是非常之有效的 那現在有在高雄呢 醫科大學呢 在台灣的高雄呢 那也都有一些科學家 是進行了這種的研究 那其中在2004年呢 那他就是測試四類 四個品種 就是四類的內脂那裏呢 在這種新的那個 Mountain Graviola那裏 那裏提現出來呢 那呢 發現呢 他們呢 是對付那個人類人的 卵巢癌呢 和那個肝癌的細胞呢 都非常之有效的 那雖然呢 他們所做的 都是在那個 試管裏面的測試 就未曾是用在人的身上 那但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很多的研究呢 基本上都是由試管開始 那你知道 一用到動物啊 拿人呢 其實就是會很貴的了 那這個 在高雄這班科學家呢 在2005年呢 就在那個Mountain Graviola 這個的新的品種水果呢 是提連種兩類的內脂 那麼就去 就是來到對八類的癌細胞的測試 那麼他們呢 就發現呢 就其中八類的癌細胞裡面 有六類呢 他們的成績呢 都是非常之不錯的 那但是呢 其中就對付那個 剛剛所說的 卵巢癌呢 還有那個肝癌呢 那個成效呢 是非常非常之顯著的 那好了 那麼雖然呢 我們都跟大家說的啦 就是你要在市面 或者在官方啊 他們會公佈這方面的資料呢 通常呢 他都說呢 是沒有足夠的科學的實驗啦 對不對 那麼始終呢 所說的實驗呢 都是在這個試管裡面的 那麼這個是真的啊 但是大家都了解到啦 要真正做那個 要用人做的那個實驗呢 是非常之王貴的 那麼一般的 就是健康產品的製造公司呢 其實是沒有這樣的經濟的能力去做的 但是所以呢 大家聽過之後呢 如果你聽到那些人說 是啊是啊 我也知道啊 但是呢 到目前為止呢 其實都沒有任何的真正的科學的實驗 證實它的 那不是代表呢 它是完全沒有 只不過呢 在人的實驗那邊呢 暫時都是缺乏的 好了 那麼我們只能夠呢 就是 依賴一些所謂的個別的例子 我曾經所所說的 上一次所說的 有個茄子製造的 在臨床上 至少有七萬的澳洲人呢 是成功地治好自己皮膚癌的 那麼好了 那麼這一種的物質呢 就是到底有沒有人的成功的案例呢 其實當然有啦 那麼其中在德州呢 有一位高級的行政人員呢 那麼他自己呢 都是發現自己是有前列腺癌的 那麼他那個切片檢查呢 發現他前列腺癌有二十多種的流種在 那麼當然啦 就是一般的醫生呢 都是要求他用手術的方法割了他 那麼但是呢 這位 這位 那些德州的高級的行政人員呢 他也都知道啦 你用開刀 用手術的方法做好之後呢 有很多副作用呢 可能包括你濕感啦 性無能啦 那麼其他很多很多的不方便的東西呢 會影響他的餘生的 那麼所以呢 他就不如試一試吧 他就試一些 沒有那麼侵犯性的方法 那麼用一些荷爾蒙 那麼其實呢 其實呢 也都有在現時的西醫呢 都很多時候呢 都會用一些荷爾蒙的方法呢 來處理那個前列腺癌的 但是他同時呢 他就用一些 就用這個 那個翻荔枝的方法了 那麼在兩個月之後呢 他那個前列腺的指數呢 在PSA那裡呢 就跌了呢 由4.1呢 是跌到零的 哇 那麼你知道呢 PSA呢 通常呢 是我們身體呢 是身體製造出來的 一種荷爾蒙來的 那麼如果你是4或者以上呢 那就代表是癌啦 那麼如果4以下呢 那叫做一般正常啦 那麼其實各個人都不多不少都會有的 那麼在這個案例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呢 他由4.1呢 是跌到零的 那麼他只不過呢 他就用很多這方面的 這個 這個 Graviolla 這個 這個的番荔枝 那麼 那麼當然他也有 用一些荷爾蒙的藥物的 那麼 那麼你看到呢 就是 這個的 這個番荔枝呢 大家有機會 可能都偶爾在那些 水果店裡面呢 都會看到的 那麼 但是已經有些 就是很多由這邊提煉出來的工具 那麼 那麼 剛才我曾經所說的 我們聽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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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呢 那麼 其實這方便效果很淺 那麼 那麼 在最近呢 也都開始 就 有些 根据这个范荔枝也制造另外一些物质 有一个叫做N-Tens-II 是对付预防血癌的 你知道血癌Lukemia 有一种叫做Lymphocytic Leukemia 是琳巴球的血癌 很多时候都是很难医治 也都用这一类叫做N-Tens-II 这个由范荔枝提炼出来的东西 是对这方面的血癌都非常有效的 原来这么简单 只是一种这么普通的生果 每个范荔枝都可以这么有效的医治癌症 虽然我都没见过香港有这种生果 但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原医生会继续和我们分享 一些很有效的医癌症的工具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节的自然疗法语理 刚才医生和我们分享了两种食物是医癌症的 接下来是否仍然是食物呢? 是的,我跟大家说了 医学之父、希波、格拉底曾经说的什么?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其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 是不是靠化学物质的 是以赖食物去维系我们的健康 也有很多人说 我们在大自然界 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 隐藏很多这类的工具 如果大家是有机会认识 有一本叫平安福音 就是在死海里面发挖 近年都很多年前 发挖出来的一本手卷 当时那个手卷是用那些 药物的药物 耶稣基督当时用的方言 也有很多人将它翻译成法文 然后由法文翻译成英文 这本书叫做《平安福音》 《平安福音》 《平安福音》里面 其实讲到耶稣基督 一直都教他的门徒 是如何用一些天然的工具 包括洗肠、用水、用阳光 包括一个田园的生活 田园的饮食的习惯 潔淨的身体,从而增进健康 其实在我们的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如果我们真的听从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其实都知道 我们应该采用一种天然的自然工具 好了 中医也听过 那不光是希伯格拉底也好 那中国古典都有成为 伊食囪源 意思是 那个义也其实一样 食物也是我们的药物 その药物其实是我们的食物 所以叫做伊食囪源 中国人也有很多食疗工具 中医很多,也在电视台,很多节目介绍都很流行用食物的方法 但是中国的中医的食疗通常是用一些草药的 只不过就配搭了我们一般的食物里面煲汤水 就不是直接用那个食物本身的 所以在中国的药物有分很多类 起码有一种可以当食物的中草药 也有一种有毒性的草药 所以医食同源和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其实中医和西方的自然医疗 希波格拉底所提倡的,其实都是讲食物的 我曾经被大家看到,我们所说的是这么严重的病 不是一些简单的病,我们所说的是肺癌 我们所说的是卵巢癌 我们所说的是卵巢癌 我们所说的是胰臊癌 这些死亡率基本上是很高很高的 竟然是用刚才所介绍的一种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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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 可以帮助得到 好,接着我再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食疗工具 其实这个工具我都说过 过去在我节目上都有提及过 但今次我会再重复说一次 因为这方面应用的效果是很多人知道 是很值得多些人去采用的 在1951年,德国有一位生物化学家 叫做Dr. Johanna Buckwick,一位女士 早年她已经开始介绍工具衣裳 是一种食物可以帮助很多近乎绝望的癌症病人 是采用一种丰富营养的工具 就是帮助我们身体供应营养的不足 以及可以从我们的生物多接近死亡 生存代殖接近死亡 帮它重新再充电 那这个是什么呢? 是用一个阿米加三的脂肪酸 还有含有丰富硫磺成分的蛋白质 可以叫做Bugwick diet 这个可以这样说 应该是根据一个很清晰很严谨的科学的理念之下 是制造出来的 过去已经帮了数以千计的病人 是重拾健康的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阿玛子油和茅屋芝士 那你一听回来的时候 很多病人我一说了之后 第一,中国人就吃芝士不多 那阿玛子油呢 听到的人都不是太多的 那这两样东西加上 我跟他说 是一种很好的治癌工具 那所以有些人一看到 或者自己回去试过 都会发现 其实那个都不是那么容易吃的 那但是呢 如果当你是真的有严重的问题 或者是慢性病 就是不是只是癌症 包括很多其他的慢性病 那这个打妈用的阿玛子油和茅屋芝士 是可以救你一命的 那座坑北韦是怎么知道的呢? 原来它是研究油和脂肪呢 是研究了很久的了 那它自己背景呢 就有那个药剂学啦 药剂科学啦 药剂科学啦 物理啦 植物学啦 和生物学的 那在1952年呢 当时庄坑北韦这位博士呢 就在德国的中央政府里面呢 是一个一个资深的研究人员 那它专门研究是脂肪和那些西方西药的 那它当时呢 它就发现到呢 它有很多经过商业用的油和脂肪呢 就是经过这些 就是处理过这些脂肪呢 是对我们身体的细胞呢 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它发现呢 虽然我大家都听过啦 那很多这些脂肪呢 是会塞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动物血管啦 会导致我们那个心脏病发啦 那样 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原来这些这样的脂肪呢 是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呢 都有很危险的 就是不是只是这样塞你的血管 那么简单的 那北韦博士呢 他发现呢 我们身体呢 是需要一些电的 就是要发电的 那这些这样的电呢 就是和我们那个脂肪酸有关的 他发现呢 是这些这样的商业制作的工业的油和脂肪呢 是会减低我们那个身体细胞的电压的 我叫Voldage 电压的 那就是从而呢 是会导致很多的慢性病 包括癌症 那就是身体是需要一种电 只需要大家呢 身体的那些 那些信息其实是电子信息很多的 那发现呢 那这些这样的工业 或者商业制造的那些这样的油呢 和脂肪呢 是会减低我们身体的那个电压 那发电的那个能力的 那就是说呢 他说呢 如果我们用一些所谓不饱和的脂肪呢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经常都觉得饱和脂肪以为不好啦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还用一些不饱和脂肪呢 但是呢 如果我们的不饱和脂肪呢 是用一些化学物质呢 是制作它 制过它之后呢 那这些这样的不饱和的性质呢 其实呢 是会令到那个细胞的那个电子肠呢 是可以呢 是毁灭了的 或者是减了它 或者是直接消灭了的 那导致呢 我们身体的那个脂肪的 在我们融在我们身体的 的水分的脂肪呢 就是消灭了的 那我们身体的脂肪呢 是需要呢 是结合我们的蛋白质呢 是融在我们的身体的细胞里面呢 是产生很多的那个活动能力的 那但是呢 这类这样的经过商业 制作过的这些油呢 其实呢 是大大呢 就会减弱我们这方面的 那大家都听过啦 那这个有时候叫做 叫做反式脂肪啦 那很多时候 我们拿些植物油啦 它做了之后呢 就做了那些人造牛油 那其实它经常说呢 就是呢 就是很多人都听过一下的了 那发现呢 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 反式脂肪啦 那些人造牛油呢 是基本上呢 是令到我们身体的细胞 膜的细胞的活动下 就是那个营养的流畅 运输呢 是会受到障碍的 那好了 那你会问了 那这个会跟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癌有什么有什么关系呢 那在北域的博士呢 他发现呢 他我们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身体 有些地方呢 他那个 他那个 成长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速度会比较快些 譬如我们皮肤啦 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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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围长度啦 那 在这些这样的地方呢 如果我们的身体是缺乏一些 那个 电子高的 或者不高的 不足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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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 制练过的那些脂肪呢 他就会直接呢 是影响我们 细胞的正常的成长的 嗯 那最后呢 就会导致呢 我们那个流种的出现的 那就是 在这些这样的 在他的研究里面呢 他发现呢 这些这样的 商业制造过的 的油呢 是会导致这方面 我们那个流种的成长的 嗯 那好了 那他发现呢 那因为他是 他食物嘛 他虽然是一个药剂学家啦 那但他当时的 研究是说 那个商业的 那个用油 商业处理过的油的问题啦 那他发现呢 那有些什么食物呢 可以 就是可以 维修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的 我们细胞可以说呢 进入了一个 一个死糊涂的 的状态啦 那我发现呢 如果我们将 阿麻子油 那因为阿麻子油呢 是我们自然界里面的 所谓 不饱黄的脂肪里面呢 是他那个 那个电子呢 是电子量是很高的 嗯 就是我身体记住呢 我们那个身体 那个电子的讯息 都要靠电子的运行 那这个阿麻子油呢 那这个阿麻子油呢 是我们的自然界的 不饱黄脂肪里面呢 那个电子是 那个含量是很高的 嗯 好了 加上阿麻子油了 那阿麻子油呢 是哪方面高呢 是那个 硫黄 含有硫黄的蛋白质 会很高的 那这种混合的时候呢 就会令到 这些油呢 就很容易呢 是融在水和融在油的 那进而呢 就很容易呢 被我们的身体 那个细胞呢 是即吸收得到的 那难知道呢 我们的身体 是需要电子的混送 那什么可以令到 电子去暢顺去流通呢 那原来呢 这种这样的阿麻子油 嗯 就会令到呢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膜呢 可以说是打开了 那令到这些这样的电子呢 就可以呢 是可以畅通无阻 那某程度上 我们也都会提及呢 什么叫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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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啊 解释 为什么癌之所以形成呢 就因为我们细胞的养分不足了 那令到我们身体 在一个长期缺氧的环境之下呢 就要企图去生存 那我们身体呢 就进入一种发酵的状态 就是不是一个养分的 养化的状态呢 是制造能量呢 是我们用一些发酵的状态 那你知道呢 发酵制造能量呢 它的效率是很差的 那所以为什么很多癌症的病人呢 会消瘦下来呢 就因为呢 我们的身体呢 是用一些效率非常之差的方法呢 去制造能量呢 那就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令到我们身体的资源呢 大大的 就是耗损得很厉害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癌症的病人呢 最后那个现象呢 就是那个人呢 消瘦了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呢 是不懂得用带养的方法呢 来到产生能量呢 是进入一种是 即是没有不够养分的 发酵的状态 那这样 那我们 在那个 阿麻子呢 和阿麻子油呢 是含有一种叫做 Alpha Linolinic Acid 就是简单来的 阿麻酸 ok 那这种的酸呢 是对我们的 我们那个 心脏病的 很有益处的 还有呢 很多时候 我们那个 腸的炎症啊 关节炎啊 和很多其他的 身体的毛病 都有关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呢 很多的炎症呢 都是和很相似的 是我们身神代謝 里面出现问题 那养分不足 那所以呢 这类的物质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呢 是就是 维修我们很多身体的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炎症 或者那个 养分不足 好了 很多时候呢 我们也都看到阿麻子里面呢 另外有一种成分呢 我们叫做Lignum Lignum 是那种木份素 是一种纤维 就是那种阿麻子里面的纤维 那原来这种纤维呢 都是呢 是帮助我们呢 是预防我们的癌症 就是扮演一个 相当重要的角色的 那很多时候呢 你会看到呢 去买这些这样的油里面呢 他会突然间发现 那个瓶底呢 很多这些 好像渣那样的 是的 那其实这些是 故意保留下来的 Lignum 那通常呢 我们觉得呢 就不要浪费这种东西 就是通常呢 用到这些油的时候呢 尽量呢 就储藏的时候呢 就将那个瓶底呢 就向下 那变成呢 那变成呢 它那些渣呢 就可以向进入那个瓶 那个瓶口那里 那你倒的时候呢 就会倒出来 如果不是很多时候 那些人发现呢 倒到那个瓶油 差不多溶完呢 才发现底里面呢 很多这样的木醇粉 它们的Lignum 就沉在底里了 那所以呢 这个其实呢 这个也都帮助我们 那个 那个 处理那个癌的 但是当然呢 也有个说法呢 就是它的味道就比较差点啦 那有些人呢 就不喜欢它的味呢 就特意选一些 是没有Lignum的 那但是如果你有时候 看到那瓶油里面呢 它底下有很多些渣呢 其实这个不是你的那种油坏了 这种是其中一个成分 故意保留下来的 好了 在这方面的 就是曾经和大家分享过啦 它减轻很多的癌症 譬如前列腺癌啦 乳癌啦 皮肤癌 一种叫做melanoma 是一种黑色素的那些癌啦 那还有很多些人呢 有蜥肉 你知道啦 很多人呢 去做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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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镜 是不是 那被发现有蜥肉 那其实知道蜥肉呢 是癌症的前身来的 那好了 那在这方面呢 它都做过一个 用一些老鼠做的实验啦 那它发现呢 它是可以减低这个蜥肉的出现的 那另外一个呢 是用15个男性的 那就叫它用一些低脂肪的食物呢 那加上呢 就用阿麻子油 那就发现呢 它可以减低它那个 血里面的前列腺素 那个 那个 抗原 antigen psa 那也都呢 可以减低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良性的前列腺的细胞的成长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你可以看到呢 它应该是可以减低我们前列腺癌的风险的 那另外一个研究呢 就是25位男性是已经有了前列腺癌的了 那发现呢 如果采用一些低脂肪的饮食方法呢 加上那个阿麻子油呢 是可以是减低那个 那个癌细胞的成长的率呢 和呢 可以加强那个癌细胞的死亡率的 那另外一个研究呢 就是它做在那个乳癌的成长 和那个乳癌的那个扩散呢 那发现呢 在用阿麻子油的那个组人里面呢 它们那个 那个 那个流种的成长呢 是慢很多的 嗯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呢 除了我们那个 就是个别的 的 我们叫做 个别的 的 的 的案例之外 那其实它也有的 好了 那这个的 北域大日 北域北域呢 其实中文是什么 部位 叫部位 其实呢 在外面各坊间 可能都已经开始有人呢 是就是 写 有关于这方面的 的 资料的 那你买的时候呢 当然呢 最最重要呢 就是那个 那个油的 质量 那是要有机 那还有呢 通常呢 油呢 最好是 是储存一些黑色的瓶 因为呢 光的破坏 那个油呢 是比那个温度更厉害的 那所以呢 就不单止 就在一个 在一个音量 或者在一个冰箱里面 啊 那最好呢 就是用一些 黑色的瓶来做的 那当然呢 在那个 进行这个 癌症的 饮食治疗里面呢 都要割糖啦 割那些 动物脂肪啦 肉类啦 那些人造牛油啦 或者鸩牛油啦 那所有那些 沙律油呢 都要尽量减 除非那些 用那些 就是那个 橄榄油啦 还有一些 柠檬啦 柠檬啦 柠檬汁啊 或者爆沙米 Vinegan 那种这样的醋啦 那很多人都会看到的 用油加加的 那些爆沙米 那种醋呢 是一种简单的 那个沙律油來的 那还有呢 在食物里面呢 尽量新鲜啦 其实香港人呢 包括很多的 广东人呢 都不喜欢吃那些 就是 生的东西 那些 就是那些 食剩的那些 那些隔夜菜 那所以呢 那些食物里面呢 尤其是水果蔬菜呢 最要是新鲜的 那最好呢 就是 在那个 处理了之后呢 或者炸也好 都好 15分钟 20分钟之内呢 是用了它的 好了 那大家也都听过了 就是 有些人说呢 我们中国人呢 亚洲人呢 对那个 牛奶呢 是有乳糖 有不受的问题的 那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怎样算好呢 那 那 柏伟博士呢 曾经都说过呢 他说如果你将这些 这些 这些乳类的产品 芝士呢 混入那个阿麻子牛呢 其实很多 一般的乳糖的 不受性的问题呢 其实都不会 就是不会 就是不会那么严重的了 那当然了 你可以用些什么呢 用一些 用一些 就是那些 那些叫做 raw milk 那些 生的奶 那就是没有经过 巴斯特消毒 那种 就是那种 高温处理过的 牛奶 那但是你看到呢 现在市面很多呢 就用一些 UHT UHT 就是说呢 是特别高温的 那这个呢 对那个 牛奶的本质 是破坏得更加厉害的 那有时候 可以用羊奶 代替啦 或者用一些有机的 酸牛奶 CAFA CAFA呢 就在香港呢 我也都听过一些病人都说 都找得到的 就是 那 也都可以用一些 就在吃些酵素啦 有些那些 乳糖的酵素呢 帮助我们处理 那个阿麻子的脂肪啦 那所以呢 在这方面的东西呢 我们都有很多 其他的方法呢 可以用到 那还有一种叫做 quark quark其实呢 都是一种 酸牛奶制造出来的 那个 那个cheese来的 那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好了 那用量多少呢 那 那个 布韦博士呢 曾经说呢 我用量呢 大概呢 就是两汤匙 芝士 就混一汤匙的油 嗯 两汤匙 混一汤匙的油 是 一汤匙的油 那通常呢 我们每天的进食量呢 是差不多呢 要六到八汤匙的油 是 那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其实你 你混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都挺多的 嗯 但当然呢 比如有些人呢 就是 比如有疑状癌的人呢 他可能呢 就吃到这些油呢 是很难受的 他觉得 觉得很 吃不下去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慢慢来 一茶匙一茶匙一茶匙 一茶匙一茶匙 慢慢来 慢慢加加加加加下去 那 那 有时你觉得呢 哎 这样 就是 是不是只是吃得 只是吃这种东西 很寡的 是吧 一世都这样吃啊 那在博博博士医生呢 其实他也有 鼓励我们呢 吃一些新鲜的水果 蔬菜 好多的其他的 完整的谷类啊 果仁啊 种子啊 那或者你可以用一些 coco 或者那些 椰子 或者那个 cinnamon 那个肉桂粉 都可以帮助你去调味一下的 嗯 那其实这个 这个布围疗法 要多久才见效呢 那很多人呢 知道呢 尤其是癌症病人 很心急的 大家都要好自 立行见影 立行见影 立即要好 那当然 在布围疗法呢 他们都很强调 你要 要很有耐性的 因为身体的新疹代謝 不许突然之间 很快就会改变得来的 他说呢 你最好呢 你就可能 要差不多 六个月的时间 才看到那个果效的 那所以呢 那个耐性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不要心急 那大家记住呢 那大部分的癌症呢 都是慢慢来的 就是不是一种急性病的 那很多时候呢 那些人呢 一被发现有癌呢 就快快就被医生 就催促它 要割了 要割了 那样的 那我手上呢 有三本书 是关于那个阿玛子友的 那第一本 跟大家介绍的是 Flex all as a true and against authoritative heart infraction cancer and other diseases 那就是部位医生寫的 那它这个是那个英文翻译本来的 那第二本就是 Flex for life 那里面是介绍了一百零一种 食谱啦 那是包括了 譬如是 沙律油啊 早餐啊 那都甜品啊 smoothies都有的 那第三本是 Flex the superfood 那里面都是介绍了 有不同的食谱啦 那包括有 湯啊 甜品啊 沙律啊 面包啊 早餐都会有的 好了 那这三本书呢 其实那些人可以 哪里有办法画得到 你们可以试下 在外面书店看一下 或者可以去到 陆创意健康店看一下 那这些书籍呢 其实呢 在英文那里呢 就一直都流行了很久的了 那中文书呢 我们暂时 我们都未曾见得到 我相信呢 都很多 那其实所做的事呢 是很简单的 最紧要的 就是沙律 那香港是可以买的 那有机就买 或者低脂肪就用就用 如果没有不紧要的 你治疗也可以一样有效的 好 那多谢今天 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宝贵的资讯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留言在我们的讨论区 或者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回答 去袁医生的诊所 预约时间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好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www.naturalthealing.com.h w.tbk www.naturalthealing.com.h www.naturalthealing.com.h